美股上周五顯著下跌,結束了連續三天的升勢 道展跌了121點,收市收1.222點,跌幅接近1% 納指跌了40點,收2,925點,以全日最低位收市 跌幅達到1.4%,標普跌14點,收了1,362點,跌幅達到1% 美股上周五回落,主要是因為歐債危機方面出現了新的變數 因為西班牙的華蘭西亞政府有消息要尋求中央政府援助 令市場擔心,雖然歐元區財長同意了西班牙銀行業的救助方案 但是救完銀行之後,可能最終又要去救西班牙政府 令到西班牙的國債知識繼續上漲 十年期國債升破了7厘,和和德國國債的收益率差距 是創出自歐元面勢以最高的水平 而歐元對美元匯價還創了兩年新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股市因為之前連升了三天 所以都見到有相當大的回落壓力 其中以銀行股的反應最敏感 看看KBW 銀行分類指數跌1.9% 全星期,銀行分類指數跌2.3% 美銀跌2.6% 收市收$7.07 JP Morgan Chase跌1.6% 收$33.9% 大摩跌3.5% 收市$12.78% 花旗跌2.7% 收市收$25.87% Wheelshargo算是最少 跌1% 收市收市$33.81% 匯控在紐約的ADR跌3.3% 所以令到港股8 如果計算今日港股 會低開,接近400點 落到19,250點 而恒生42CFD 落到19,350點 美股上星期五雖然下跌 但全州計算是升的 標普是年升兩個星期 升幅有0.4% 道指也是升0.4% 而納指是升0.6% 之外公司業績出得好過預期 所以為美股帶來一定的支持 看上星期五 GE的盈利比市場預期更好 Google的業績也變得不錯 主要是廣告收入的增長也變得強勁 看看GE的股價 收市升了0.3% 收19.87% 另外Google升了3% 收入610.8號2 今個星期 美國公司業績期會轉入高峰 更會有更多公司 大公司公佈業績期 如今晚有 麥當勞 百度 哈利Burton 德州儀器 以及做玩具的 鞋子堡 Hasbro 還有一間煤炭公司 已經申請破產保護的 Patrick Co 之後會有 蘋果 明晚 AT&T 葵程 UPS 然後星期三有 波音 Caterpillar 石油管 Carnoco Phillips 還有汽車股 福特汽車 白士 Visa 都會在星期三公佈業績 星期四有3M 陶氏化工 柯一森美夫 還有亞馬遜.com 還有United Technologies 自旋合科技這些大公司 星期五有雪佛龍 還有守護 所以今個星期市場的焦點 都會一部分集中在美國的公司業績上 至於數據方面 今個星期就不太多 主要會有六月份的新屋銷售 還有內容品訂單 乘屋代員銷售 還有第二季GDP 還有密接近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除了美國的公司業績 和經濟數據之外 另外市場也會繼續關注 就是歐洲方面 西班牙的債務危機 那個債局是怎樣發展 講回港股 上個星期五 指數是進一步上升的 美市特別見到 抽高 最高去到19656 迫近250天線 現在的250天線 大概是19730點水平 收市就是收19641 對比前一個星期 港冠上升了548點 升幅是2.9% 升幅比美股多 也扭轉了之前一個星期的跌勢 不過內地股市 上個星期走勢 是一般的 深淨城市的走勢明顯 弱了 上個星期五是連續第三天下跌 而且創出了調整的新低 最低是9325 收9333 整個星期跌4.7% 上正中指 屢充2200點不破 上個星期五收市是收2168 按週都跌了0.8% 那內地股市雖然說 有些理好消息就是 證監會又說要調低交易的 手續費有些費用 但是上次減完之後 再加上甚至減息都刺激不到 內地股市上升 也都令人擔心 是2200點不破 最終要試今年的低位 2132 那如果跌穿2132的低位 下個支持位就要試 2075至2080了 港股上個星期就 抽高 但是看回歐洲的 吳明朗因素又增加 美股也都見到 導致去到晚三這些位 有阻力 深淨中指就 受制於2200的助力位 那今個星期都 港股如果是 接近這個250天線 回落壓力會增加 估計呢先會回市 19100到19300的支持 估計呢今天行股 會跟隨外圍低開 那麼行股呢會試回 10天和20天線的支持 現在10天和20天線 都大概是19305的位置 而阻力位呢會是19540 我們估計支持位 19350 阻力位是19540的 股票那方面呢就 建議可以留意 長崗基建1038 因為它中期業績就好過預期 營利增長主要就是 來自國際業務的貢獻 其中英國的投資組合的 日理貢獻呢就是 大幅增長4成5 加拿大的投資組合的 日理貢獻呢都增長2成1 而截至6月底呢呢 集團是持有超過80億元的現金 負債比率呢就由去年年底 14%降到7% 那麼有足夠的資本實力呢 可以進行更多的收購 那麼之前都有傳聞說它呢 是有意入股英國曼節斯特機場 集團5成的股權 那麼如果收購入股成功的話呢 那麼它們都可以競購呢 英國另一個機場 叫Standstad的Airport 啊 還有就可以將它的業務 就更加多元化 因為 長見呢 現在英國業務都主要是一些 電力啊 供器啊 供水那些業務 如果加上機場的業務呢 會令到業務更多元化 長見見買入位是47.8 目標價52元 支持位是45.5元